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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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7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回信 信中说 中国政府和学校始终关心在华外国留学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圣民之声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在华外国人员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一时同任意关心和爱护 我们都想都没想过是习近平主席回信我们 我以前觉得习近平主席是离我们距离太大了 但是呢 现在呢 回信以后呢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女学生和我啊 习近平主席跟我们很接近了 不仅是我们巴基斯坦留学生 其他国家的女学生也挺开心的 所以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我们感觉我们是自己在我们的国家 因为就是像一个家庭一样的 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到巴基斯坦 所以我们都很开心 特别特别的开心 马路上就是多有中国的国籍 还有巴基斯坦国籍 中国人都是教我们巴铁 巴铁的意思可以算是好兄弟 这个兄弟比朋友还强 就分不开这个关系 中巴建立了全天候友谊 开展了全方位合作 无论国际风云和两国国内局势如何变化 两国在设计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一贯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这份情谊堪称都一无二 我们都是一直那个一带一路建设的 直接属于家 特别是装霸经济的走廊 建设给我的家乡 巨大的发展 他特别懂中国人 还有也懂世界上的人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巴基斯坦人都非常爱你 非常爱谢谢你 就是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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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